出動大型消毒車直接來回噴灑 就是因為這棟桃園市鬧區的防疫旅館 爆出群聚染疫事件 我們怕住在這裡的被隔離的人 自己沒有做好 他們沒有守他們的本分 然後造成大家的恐懼不安 應該是防疫有一點缺口 真的要好好把關 不然好不容易歸零很久了 就發生在民眾上班必經之處 讓人心驚驚 而現在感染來源到底在哪邊 還沒答案 不過外界質疑 傳染途徑不外乎環境空調 以及人為因素 其實早在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之後 指揮中心也發現空調暗藏隱憂 勞早委託台灣感染管制協會 制定防疫旅館版的感控措施 只是萬萬沒想到 病毒已經跑在前頭 他們在今年的8月9月的時候 有這個計畫的一個開始 那這個計畫開始呢 其實還要先 這個錄製數位學習課程 讓防疫旅數的 的這個相關的人員來做一個學習 插合的部分目前我們已經 應該在規劃進行當中 那我們會加快速度 針對這個全台的防疫旅館 只是本該以最高規格管理高風險的防疫旅館 現在恐怕再度變成社區傳播破口 那目前我們四個失聯的都已經找到 那三個已經完成採檢 不過我們採取回溯擴大的方式 把這個防疫旅館的群聚感染的輪廓 要讓它全部找出來 空調已經做了檢查 祭司也做了檢查 那這個部分要由專家來判定 就是說空調比較老舊 那換氣的比例 是不是能夠到達通風的要求 那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由專家去做判斷 積極補破網也要同步快速做足防疫措施 防疫旅館控管問題 再次浮上檯面 也讓國內疫情再亮紅燈 華語新聞陳明彥 柯冠誠 劉沛廷 桃園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